靠吃遍各自日本美食走哄他 曾因饭钱购买法拉利银讨论 与臭大爱恨情仇王室成为互联网名场面之一 好友参加生肉派对 重口味吃饭的方式引人不适 近日他成世界杯颁奖嘉宾成功引起了全网热议 父亲真实身份更是成谜 他真的是现实版林木原子吗 今天宝宝就带大家聊一聊大小姐林子 经过了八个月的等待 终于在今天看到了我的小白车 车牌还是我的生肉 像青蛙一样的外观 是不是很可爱呢 都说美食赛道竞争激烈 各位大卫王更是打得不可开交 而林子则靠着各种日本美食 成功俘获了一众网友的芳心 虽说他吃的饭动不动就赶上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更是年吃饭费用购买一辆法拉利 林子都毫不在乎 秉承着不吃对的 直选贵的 在日本美食界横行霸道 但他的美食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很多网友怒斥他吃的食物实在是太过于血腥 最开始的他比较喜欢提灯 是烤鸟串的一种 没想到 这些在参加一场生肉宴之后 都变得索然无味了 血淋淋带血水的生日肉 他也能吃得津津油味 深深引起广大网友的不适 虽说林子吃的东西奇葩 但网友还是更喜欢看他 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能吃得津津油味 双眼放光的样子 完全是至于不爱吃饭网友的福音 可以说是十分的下饭 但要是说林子全网最著名的事件 便是与臭蛋的抄袭之争 两位同样作为日本的国外选手 本以为会相互照料 然后加入对方的元素 一起享受快乐生活 但是没想到 臭蛋却先打破了这份和平 他发文声称林子多次模仿他的作品 更是拿出了所谓的证据 表示自己完全很委屈 并希望林子能够及时跟自己沟通 但没想到的是 林子迅速地做出回应 并表示自己在事件发生过后 多次使用微信与对方联系 但不仅受到无视不说 对方还怂恿粉丝对他进行辱骂 不得已 他才会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 还证明他曾经与臭蛋关系密切 对方还做过自己一段时间的助理 之所以分镜相向 谁抄袭谁的自然不言而阅 至于抽蛋在视频中提到 自己买小狗是模仿对方时 更是无稽之谈 自己造就向对方提出过 只是当时苦于各种原因 一直没有实现 而所谓的回国也抄袭 那是因为自己早早地就做出了计划 因为有理有据 温和的态度 很快不少粉丝就为林子平反 这场舆论战 他也完美胜利 多次陷入争议的林子 近日又在此火出了圈 因为在别人砸过麦铁去参加世界杯的时候 林子大小姐直接做头等舱前往 甚至还担任了颁奖嘉宾 这可是多少网红梦寐以求的事情 甚至都能被写进族谱的程度了 很多网友感叹道 有钱真好 毕竟林子平时各式超跑换着开 吃饭从来不考虑价格 就连随随便便一个首饰都超过20万 完全就是大小姐一枚啊 但也有不少网友疑问 世界杯的颁奖嘉宾 可不是仅仅有钱就能干的 还得十分有权才可以 这样也让网友纷纷疑惑 林子的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 能让自己的女儿当上颁奖嘉宾 有人说 林子是真正的领母集团千金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她是携成的总裁千金 但这些都只是网友的猜想无从考证 实际上 林子也给出自己 为什么能当颁奖嘉宾的答案 她现在是百位的代言人 受邀参加世界杯 所以才有所殊荣 但不少网友还是保持将信将疑 在榜榜看来 不管林子大小姐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但咱就是说 光是给球员颁奖这一项 就能让很多网友羡慕死 大家羡慕她的人生吗